新的練習過程中啊 無論是體力還是心理 其實都要承受很多的壓力 而且比賽又是高強度 你自己都是怎麼樣去面對 每一場重要的賽事 我都會告訴自己說 努力過 嘗試過 有50%的機會 永遠不要輕易的說放棄 沒錯 而且千萬不要讓自己有後悔 就是去努力就對了 那今天 剛剛你提告 第一次來到新莊棒球場 為我們來開球 自己現在的心情如何 而且我發現應該 這個視野跟體操台上面的那個視野 都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因為第一次來到這個球場 非常的期待也很開心 因為就像剛剛提到的 其實在比賽場的時候 這個場地是完全不一樣 尤其人數來講也非常非常多的非常多 所以其實我也很期待 等一下可以開出好球 帶給大家好運這樣 那有沒有特別為了這次開球 做什麼準備呢 有稍微看了一下大家開球的過程 也是希望等一下不要有地瓜球或大爆頭就好 好 一定可以順烈的 在最後一個問題我們先請你轉個身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為什麼這一次選擇的號碼是81號 81號呢是因為 大家還記得去年 大家都是奧運迷 那8月1號是我奪牌 然後創造歷史的那一刻 所以81這個數字對我來講 就是非常的不一樣 所以也是希望藉由這個數字 然後一直提醒自己要不斷的進步 然後創造更多不一樣的歷史 掌聲鼓勵一下 透過這個號碼提醒自己 一直往前去邁進 達到更好的目標 好 馬上要來請志凱開球之前 我們先來歡迎今天的開球補手 我們先來歡迎曾俊悅 好的 接下來我就要來請我們的志凱 要來開出今天的好球 我們先請志凱 掌聲歡迎安保王子李志凱 掌聲鼓勵 馬上來請志凱拿起手套以及球 為我們來開出今晚全面攻佔的好球 一起倒數3 2 1 請開球 好球 非常帥氣的一球再一次 歡迎我們的安保王子志凱 來到場中來跟我們的俊悅 一起來合宜還有Friendly 芳妮 好的 看一下正前方的媒體朋友 以帥氣的後風和志志 降臨投手球 為我們漢將開出 全面攻戰的第一顆好球 好 李志凱的開球呢 真的非常的有儀式感 那麼他在國際的重大比賽當中 包括了2017年的台北世大運 2018年的亞加勒達亞運會 以及19年的拿破裏世界大學運動會 贏得金牌 在東京奧運會體操項目安馬的決賽當中呢 獲得